之前 搞笑大王 都說謊唄王 還有固定班的兄弟 這場應該還好笑 我們先請 韓國瑜先生 謝謝主持人 蔡總統雙主席 各位在場的嘉賓 各位所有電視機以前 而且會花很多時間到屏東 台南 嘉義 雲林去看 為什麼 第一個對觀眾市民有承諾 第二 整個台灣南部的生命力沒有防止 整個南台灣最多的優勢 所以未來一定要南北一起發展 不像民進黨參議院總統 你投票還有二十多天 這是不負責任的 每一個台灣人民國上不管一個炸彈 遙控器在哪裡 在你民進黨手上 你要讓人民愛你去投入 不是人民怕你 希望台灣民眾看清楚 謝謝 我們請送行先生生論8分鐘 看完了前三場的政見會議 以及剛剛台市長的生論 我相信不只是我 全台灣的大多數人 所以要從韓市長的口中 聽到具體可行的政策 跟政見 已經是不報任何希望了 前三場的政見下來 我向全體的國人同胞 分別闡述了國家元首的條件 兩岸關係的發展 能源短行的現況 區域均衡的計畫 司法改革的成果 這一段就是我所謂他們2022市長 蔣萬安不是一直幹成失蹤嗎 有沒有 這段不就是我介紹的那一個 貶低他的行為 就說我們要提出實際的政策 而不是在那邊打口水戰 然後自己把政策提出來 那你的身份就做高嘛 然後你還順便貶低了那個來亂的人 對不對 就真的會辯論的人 就是會用這一種招式啊 就是你在那邊一直在那邊噴一直在那邊噴 我就說跟你講喔 這個場合不是來搞這些東西 這個場合是來怎樣怎樣 就是把自己的身份做高 說我在做對的事 你那個是錯的行為 那才是對辯論有加分好不好 你們這些宣明不要在那邊說補搞機 你們上去念的念得那麼好啊 為蔡英文點贊 希望蔡英文一定要贏得這場 朗族比賽冠軍 你們是希望啊 蔡英文贏得這場朗族比賽的冠軍啦 他贏得特別風光啊 817萬 第二階段媒體即位 請韓國瑜先生回答時間兩分半 謝謝大群剛才回復一下宋楚瑜主席講 國民黨太爛了就是國民黨爛 被國民黨下台了 國民黨做得爛 國民黨就應該下台 你要跟蔡英文中的回復 你講到這麼多的政策 國防內任外交主權 在三場政界發表會 神一眼耶 國民黨做得爛 國民黨就該下台 你沒有用情感 沒有中心思想 只要不同老高雄 四年後出來真的躺真贏 所以我就說韓國瑜長 該找我去當幕僚了吧 韓市長您就任八個月 就請假代職參選 您說您的家人事前並不知情 請問您要如何說服選民 您當選之後不會欺瞞選民 也不會違背對台灣人的承諾 您剛剛提到三個問題 謝謝蘋果日報的提問 完全反映了蘋果日報 這種沒有水準的媒體 我談的是大海 國際的發展 總統的領導 總統的派系被包圍 未來中華民國的前途 你跟我談的是一個 漱口碑的問題 跟我的私生活 要不要我幾歲之前還是觸男 無聊 抹黑 造謠 非常沒有水準 讓我大失所望 三位候選人好 我要問的是兩岸跟外交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一個政權 能夠跟對岸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而不必在台灣的主權 尊嚴 民主 以及自由等方面 做出任何的讓步 親愛的中央社總編輯 你自己的問題 都已經把台灣自己狹窄化了 可憐啊 可憐啊 親愛的台灣人 韓國瑜可以考慮當有氧好事物 應該做得很認真 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 他可能會說 崔萬中 你跳一下就跳不動了 可憐啊 他講好像沒力 可憐啊 他看得很爽 但是完全沒有回答 問題核心 以及兩岸關係 正常啊 看來那麼多政治人物的發言 你就知道已經死了 當他們回答 他們沒辦法回答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 打高空 然後轉移話 提轉注意力 然後最後你就會發現 欸 他講了這段話 完全沒有回答到那個問題 但他 他那個就進過去啊 你下次再問他 他就說 這個問題已經有很多人問過我啊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然後最後再補你 怎麼會外面會不會安到他 不是啦 他只是打嘴炮而已啊 他的講話 確實有他的一些感染 但是 你只要知道他兩年前那個環境 他會被欺負高雄市民 找出來選 一場不會贏的選舉 你就知道 謝謝媒體提問的最後一題 我們請 他哪天如果清醒的 找我去當他的顧問的話 我在考慮 其次我想要請教蔡明星 媒體提問的最後一題 我們請 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 台灣幾十年民主政治友 像今天這麼髒 這麼惡劣嗎 民意黨副總統候選賴清德 就坐在這裡 你自己坐這 你在今年4月5月 被網軍打成什麼樣子 不是一樣叫爺爺叫奶奶嗎 親愛的台灣人 媒體只有我們絕對有尊重 賴清德 請蔡總統的網軍 停止對我的攻擊 現在的政治氛圍 真的是越來越搞笑了 越來越多那種脫序宅 你看今年 今年有超多 都是打那種什麼 美女議員 美女鄉長 美女議長 就已經開始走鐘了 你知道嗎 這不是來提政見的 這媽的來賣臉的 都在學熊班長水食術 我幹哪有水啊 我聽得很認真好不好 美女的副總統候選賴清德 美女的副總統候選人 我想請問一下兩位總統候選人 你們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 我是有神論 我拜觀世音菩薩 拜佛祖 拜媽祖 拜觀國 去關心 一講到這個 你講到這個先暫停一下 我說我曾經研究過一些神明的議題 雖然我不會說我批評那些信神的人 可是我發現 他們那些叫人家信神的人 都有一些邏輯的障礙 你知道嗎 像佛家不是有因果報應嗎 譬如說你今世做的事情不好 你來世投胎的時候 譬如說投胎到比較不好的家庭 或者是投胎成什麼動物啊 然後被人家吃啊 市場的那個黑豬肉 那你們有發現這裡面有一個邏輯的問題嗎 他的邏輯是 他是一個篩選機制 就是你如果是一個會做不好事情的人 你的下輩子就會往下 假設是經過這個過濾系統 那應該是每個人都會越來越 越來越好 對不對 你看這個過濾系統 你做的不好你就會變成豬嘛 你會變成牛嘛 對不對 那你下輩子就不會是人了嘛 你上輩子做壞事了 第一個就會被過濾掉 你沒辦法變成人嘛 壞人都會下地獄 不得投胎 不得轉世 那能投胎轉世的人都是好人嘛 那正常來說這個世界就是好人越來越多 壞人越來越少 當時間趨近無限長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剩下好人沒有壞人了 那今時今日呢 不但好人沒有越來越多 好人還越來越少 壞人還越來越多 懂嗎 所以證明了這個神是不存在的 比如說你可以說你心中無神 但你尊敬神明 可不可以不會像他們一樣 哇把神明掛在嘴邊 像那個喊導也是啊 我是有神論者 我信觀世音菩薩什麼什麼 假設真的有觀世音菩薩 他會讓你跟他媽的讀稿機 兩個人出來選總統 拜託我 一個背棄選民的人 一個說謊的人 觀世音菩薩會讓他選總統 假設我同時信天主教跟佛教 我表現得非常好 出的選手 未來是極樂世界和天堂兩大隊 我會給我高的千金搶人 媽的白痴喔 他們會說還沒有達到動態平衡 魔秀世界非常好玩的宋伯伯 怎麼沒有收到爆血的月餅 欸對 還是我找宋伯伯一起回鍋好了 反正他現在應該也很鹹嘛 他這一件也不用再出來露臉了 鹹得要死 不如我去找他一起回鍋好了 好 反白講 人在座先再看 事實上一不一腳印 人民不會忘記 也前進做得出來 走遍台灣所有地方 沒有人不曉得 那個 那個路標是送廚人開始去做的 想要下水那主播 你想要多罵幾次 幹你們不會幫忙喔 都我罵 三千都我心 對 國劍下水是大家的光榮 應該不是我一個人的光榮 我覺得總統 裝睡的人叫不行 裝聾的人提借 參與總統 你是不是在賣卡 原來你始終是超喜仔 裝睡的人叫不行 你看這兩年少了這個 國產國當選台灣人 少了多少笑話 都要怪高雄人 但是我也是中國人 都要怪高雄人 把我們人搞笑笑話罵不掉 在我們的憲法裡面很明文的 很清楚的了解得到 兩岸 這個差於半後的笑話 那就是沒有掌握正確的方向 沒有一個編長的領導 二十年沒變的味道 韓國瑜總結 謝謝接下來我們請 韓國瑜先生結論五分鐘 壓軸 謝謝蔡文總統 蔡文總統 多客氣的說 你什麼都好 你敗在一個字 空 架空的空 現在找到戰犯了 戰犯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在羞辱蔡總統說他空 你看他第二任的時候 馬上就不空了 舉起他的徒刀 什麼人能當總統 直接開始收風 30年來台灣中華民國 這下子不空了吧 韓國瑜 韓國瑜不三千 第一 總統要確定國家發展目標 韓國瑜當總統目標 非常清楚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第二 總統要一聲作者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第三 有一個清廉有效應的團隊 欸這場果然好看多啦 真的 這場跟那個 2018 北市 北市那一場 真是精彩多 真不愧是選總統的格局啊 各式搞笑 各式說謊 各式跳針 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有養老師韓國瑜 人民安全 台灣有錢 幸好 幸好有那個 韓國瑜的傳人阿 阿中部長阿 不然這個是 想要泡人都沒地方可以泡 我覺得阿中跟總機的差距 就在於說 阿中是面無表情的講幹 比較沒有那個Feel你知道嗎 總機是很 很High的講出那些金句 還是比較好笑一點 就是他講那些幹話 怎麼可以這麼認真 韓國瑜一邊講幹 還可以一邊他媽的手舞足道 請給我一個機會 我做不好事你會讓我滾蛋 這是一場不公不義的選舉 啊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了 鼻地大師國動張惟行 分析報告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拍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QD派帥哥嗎 點讚數7%欸 不會有多多多多點讚 都機器人喔